OK,那我们再来看一个例题吧 这个例题说的是Nouveau John 它建造了一个很长的 一座很长的处栏 它包括N个隔间 一个隔间你可以看作是一个点 整个一个很长的处栏 可以看作是坐标轴X轴 好吧 然后这些隔间 它是看作一个点 每个隔间看作一个点 这些点的坐标 也就是位置为X0 X1一直到Xn-1 这里面每个X的值 都是小于等于10亿 都是在0和10亿之间的 然后这个每一个X的值 都是各不相同的 它有这么多个隔间 然后呢 一个隔间就是一个点 然后John它有C头奶牛 这个C的值是 大一等于2小一等于N的 N个隔间C头奶牛 那每个奶牛 把它放到一个隔间里面去 这些牛他们都希望 互相离得远点 省得互相打扰 那John就希望 使得任意两头牛之间的 最小距离尽可能大 这些牛就会比较happy 那这个最大的最小距离 是多少呢 注意这句话怎么理解 总而言之 这个题目的意思就是 就是John希望 离得最近的那两头牛之间的距离 尽可能的大 那这个最大的最近距离 可以是多大呢 尽可能大 对吧 这个最大的最近距离可以是多大呢 这是我们要解决的这个问题 注意了啊 这个N个隔间的位置是给定的 他们的位置分别是从X0 X1一直到Xn-1 并没有说这些隔间的位置 他们的间距是相同的 他们的间距可能是各不相同的 这些位置是给定的 隔间的位置是给定的 奶牛只能待在隔间里面 注意了啊 我们先看看这个问题 有最笨的办法就是穷举 就是我们要求这个最大的最近距离地 对吧 就是两头牛之间 就是距离最近的 那两头牛 他们的距离应该想办法最大 我们再把这个 他们之间的距离称为最大最近距离 那我就要去尝试这个最大最近距离 我怎么尝试呢 我可以从10亿除以C到1 1次尝试这个最大最近的距离地 对吧 这个D的话 它再大它也不可能大于10亿除以C 因为你整个坐标的范围 就是从0到10亿 然后你牛一共都有C头了 那可见这个最大最近距离 它是不会大于这个10亿除以C的 对吧 这里要补充一点啊 就是以前学员看了这个课件以后 好多同学老是纠结说 这块为什么是11除以C啊 应该是11除以C减1才更准确吧 对 11除以C减1确实是更准确 可你想一下这个是二分算法 你这里的C变成C减1以后能节省几次这个尝试呢 实际上基本上你一次尝试都节省不了 除非是11等于2对吧 这样你才能够节省一次尝试 我们做二分算法 求这个二分的范围 要从这个二分的区间的时候 用不着算的那么精密 你把它二分区间稍微扩大一点 根本就不会影响什么复杂度 如果你精精计较去算的那么精密 一不小心算错了二分的起点和终点 那你程序反而会错了 这个没有必要的 没有必要去把二分的起点和终点 精确到各位处的 所以这块11除以C就很好 对吧 那我们就从11除以C到11 一次尝试这个最大最紧距离D 就OK了 那我们尝试的时候 找到的第一个可行的这个D 就是答案 什么叫可行呢 就是说你确定了一个两头牛之间的 距离最近的两头牛之间的距离是D 然后你看看能不能 在满足这个条件的情况下 把牛全部都放到隔间里面 如果都能放 那就是可行 如果放不了 那就不可行 那你确定了一个最大最紧距离D以后 你就要想办法把这个C头牛 都往隔间里面放 那你怎么去 那我首先要把所有隔间的坐标 X0 XN1给它来个排序 假设排完序以后 这个隔间的坐标是X0一直到XN减E 他们是有序的 排好序的隔间坐标 X0一直到XN减E 然后 放了 那当然 这比较简单 就第一头牛我就放在X0 就是最左边的那个隔间的位置 对吧 然后我再放第二头牛 那你放第二头牛的时候 第二头牛的到第一头牛的距离 它得是大于等于D的 对吧 那大于等于D的话 那我们就实际上就是要再去找一个另外的隔间 假设我们另外 我们 我们假设DK头牛放在XI 那么我们知道DK加一头牛 它放的那个隔间 到XI的距离必须大于等于D 对吧 那你怎么找到这样一个隔间呢 而且这个隔间我们希望它尽量靠左 对吧 你没有理由说 能放的离这个DK头牛近一点 而且满足条件 你不放你放的让它离DK头牛更远一点 这是没有道理的 对吧 那总而言之吧 如果DK头牛放在XI 那我们就希望找到一个X界用来放DK加一头牛 那这个X界它满足什么样的条件呢 这X界是第一个位于XI加D到10亿这个区间里面的那个隔间 X界位于这个区间里面就意味着X界减XI是大于等于D的 对吧 就是你把DK加一头牛放在这里是没有问题的 那我们希望X界尽量可能靠左 对吧 那当然X界就是第一个位于XI加一 XI加D到10亿这个区间里面的那个隔间了 那你怎么找这个隔间呢 你当然就从XI开始 XI这个隔间 右边的那些隔间一个个找过去 对吧 你再先看XI加一 满足不满足条件 不满足你再看XI加二 不行 就看XI加三一个个看过去 直到看到了X界满足条件了 之后你把DK加一头就放在那 放在S界对吧 然后接下来你就要从XJ加一开始再往后看 然后去放DK加二头牛 那可想而知我们只需要 从X0一直看到这个XN-1 从头到尾看一遍 我们就能够知道 这些牛是不是都能够被放得下了 对吧 如果在中间某一步骤 你找不到这样的X界 某一头就是下一头牛你再也放不进去了 那就说明你前面确定的这个D 假设的这个D它是不可行的 那不可行的话 我们就把D减掉1 然后我们再去试试看看小的那个D行不行 对吧 那所有牛都能放下这个D就没有问题了 好 那现在这么做的话 那复杂度是多少呢 那你要做多少次尝试啊 就是10亿除以C这么多次尝试对吧 所以我们这里写了一个11除以C 然后每一次尝试花的时间复杂度是多少呢 那我们知道我们需要把N个格间从头到尾看一遍 那每一次尝试复杂度就是N 所以总的复杂度就是10亿除以10亿再乘以N 然后那个C呢最大可以到N对吧 那么也就是说最坏的情况下你的复杂度也是10亿 那我们前面讲了如果一到题目你的复杂度达到10亿 10亿我89都过不了就超时了对吧 所以这个最笨的这个穷举的办法一般来说是不可行的 那我们就要另外想办法了 那二分查找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这里有个解法二 解法二我们依然还是要把这些格间的座标全部给他排好序 然后我们可以在L2这样一个区间内 用二分法去尝试这个最大最近距离D 那D当然一开始是等于你每次取的D都是这个区间的终点 就是L加2除以2对吧 那么这个L2的初值实际上就是1到这个10亿除以C 10亿除以C是可能的最大值对吧 那我们的查找区间就从1到10亿除以C 但这时候我们在这个区间里面进行查导的时候 我是用二分的办法而不是用顺序查导 他为什么可以用二分的办法呢 你想啊你要假设了一个距离最大最近的距离D 它满足条件的话 那么我们知道比它小的那些个D都更满足条件了 对吧那比它比它大的呢 那个距离呢也有可能满足条件 那我们就得在这个D的右边那个区间去进行查导了 对吧这是因为我们这个区间里面 就是我们这个问题的性质满足某种单调性 所以我可以用这个二分查导的办法 就是如果你尝试的某一个最大最近距离D 如果因为太大而不可行 那我们就知道比它大的那些就更不可行了 那答案值可能处于比它小的那些数里面 对吧那你尝试的某一个最大最近距离D 如果它可行的话 那么你还可以试图找一个更大的这个D 对吧比它小的那些肯定就都更可行了 你就在你就必须得在比这个你假设的距离D更大的范围内在试图找一个更更优的解出来 所以这就满足了单调的这个性质可以用二分查导的办法来做 那具体的做法就是我们用二分法尝试这个D 那当然这个D每次都取查导曲线的终点 对吧 然后取出这个D以后 我们就看一下这个D是不是可行 看D是不是可行的做法 前面已经讲过了 对吧 它的复杂度是ON的 我们看这个D是不是可行 如果可行的话 我们就要记住这个D 如果D可行 我们就试图找更好的D 但你有可能找不到 所以你一旦找到一个可行的D 我们就要给它记下来 对吧 然后我们再找到一个这个可行的D以后 我们就在新的LR一个查导区间里面再继续尝试 那这新的查导区间 是如何生成的呢 这新的查导区间 当然它的右端点是不变的 但是它的左边点就变成了D加1 这新的查导区间里面去找 我们就要在这个新的查导区间里面 试图去查找更大的一个满足要求的D 对吧 但刚才我们找到这个D 我们要给它记下来 好 如果你假设这个D不可行 那我们只好再找一个更小的D来试试看 对吧 那我们也在新的查导区间LR中继续尝试 那这个新的查导区间 得是原来查导区间的一半 它怎么变成原来查导区间的一半呢 那它的左端点是不变的 但是它的右端点就变成了D减一 是吧 这查导区间就变成了原来的一半 那我们在这个新的查导区间里面继续进行二分 那么这样我们最终找到的这个 最后一个被记下来这个D 就是问题的答案了 好吧 那这样的话 这个问题的复杂度就变成什么样了呢 就是每进行一次尝试 复杂度是ON的 对吧 然后我们要尝试多少次呢 是在1到10亿除以C这个区间内去进行二分尝试 那需要尝试的次数当然就是log这个10亿除以C 对吧 所以整个总的复杂的就是log10亿除以C再乘以这个N 那你就不用管这个除以C了 就算不除以C 也不过就是几十N 几十乘以N 对吧 所以这就是二分查的